平川是冷静 天天聊魔说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打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由王林对抗兽组 希望大家喜欢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LR最后的避难所 出生在地图 左下角是蓝色的王林 中文ID叫石垫阎王 是我们国内的一名二线职业选手 今年的进步也非常的大 目前他全球排名是38 去年可能只有一两百名 今年的话比较的努力 以下冲到了38名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 红色的兽组 中文ID叫米古猫 那他其实就是韩国的第一兽组 LYN令 目前令的话在全球的排名是第三 第一是happy 第二是mo 第三是令 那这一局的话算是双方实力相差还是有点大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发挥 王林这一边看应该还是狗流开局 首发英雄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英雄呢 好 这边的话首发是地穴领主 那按正常打的话 地穴领主上来应该是开分框 不过双方这个实力差距有点大 正常打想赢 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那石垫阎王这一名选手呢 这一名选手也是非常有特点 打法非常非常的多样化 他的比赛无论输赢光赏性都很不错 我们看一下紫兵场比赛他的一个发挥 上来的话小四身一路先把这些小动物给解决 难道上来这边英雄就要过来TR吗 因为前期这个小农民先把这个小动物全部干掉 会有尸体 英雄一过来的话 有骷髅棒可以招 然后他有个小甲虫也可以招出来 我们看一下兽主这边一个选择 兽主选择的是剑圣 哎 这边是提前造了商店 还是比较稳妥 但是单地动身本 这个有点危险啊 万一对方真的过来TR的话确实很凶 哇 这个路线选择也是非常的巧啊 往上面绕 这边苦工在下面 没有看到对方的一个动向 好 这边一个一路浪 哎 这边的小动物啊 马上招出这个小甲虫过来 然后绕过来 哇 这一波真的是打了一个非常精准的timing点 那估计是赛前啊 这个十点炎王应该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个针对 这边上来一路已经招了四个小甲虫了 四个小甲虫 那刚好剑圣练完这一波 状态不是特别好啊 血掉了一半 然后对方大军直接压过来 哇 难道这一波TR真的能成功 上来这一波已经有六个召唤物 然后兽主卡开始造第二个地洞 但是造不起来啊 对方这一波有点不讲武的上来直接TR 什么大力出击击啊 可以的 这一波上来直接放下腐蚀之地 放下两个通灵塔建圣去看谁呢 建圣先把通灵塔给解决 那通灵塔就相当于钓鱼 是吧 吸收你一个伤害 这个第二个地洞迟迟起步来 那大气被杀 接下来就轮到建圣了呀 还想把一个房子给造起来 还想把一个地洞给造起来 能造起来吗 这边建圣消耗的有点难受 好有疾风布 但是你疾风布藏起来 那家里的农民会被杀 你出来的话对方直接咬你 那建圣现在是两难的一个处境 这一波好 王林这个通灵塔快要起来了呀 寿主还想造第二个地洞 但是有点难 大气一丝血往拉开来往外拉 这边的话科技是直接把这个二本给取消了 不升科技了 那是现在地洞造不起来 农民也没有法采矿 哇收足这一波被完美针对了呀 你敢信吗 击败世界第三 他只是用一个非常古老的战术 直接上来踢啊 看一下这个地洞还是起不来 好健身 想去把这个通灵塔给A掉 但是A不掉 一个游戈起来 收足直接打出了机器 哇 我们恭喜十殿炎王 击败世界第三 他只花了四分钟 果然是大力出奇迹 好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